大家好,我是康康 锅锅到底吃肉还是吃素? 在康康之前的视频中 锅锅吃过虎头蜂 成功的捕食并吃掉过少鸡蜈蚣 东亚甜蝎也曾经成为锅锅的美食 甚至螳螂也被锅锅加入豪华午餐 看起来锅锅确实是吃肉的 那么锅锅吃素吗? 今天康康带大家来验证一下 这是康康昨晚吃剩下的一半橘子 康康拿来一只锅锅 把它放到橘子旁边 我们来观察一下 锅锅是否会去吃这个橘子 哎,锅锅好像开动了 看到没,它好像开始吃这个橘子了 我们放大看一下 还真是,这锅锅可以啊 既吃肉又吃素 既然已经开始吃了 那我们就老规矩 20倍速展示锅锅吃橘子 今次我们已经看到了 我们下雨了 有两个地方 更为热爱 孤州的热爱 可能是要这种热爱 孤州的热爱 我们下雨了 又问客战子 我们下雨了 康康感觉这只锅锅吃不动了 于是又拿了一只锅锅 想帮它分担一下 结果原来这只锅锅 看有人来了 就吃的更得劲了 吃着吃着叼起了橘子 它这是要干啥 你是要干啥 哎呦我去 它还把那个哥哥赶走了 这是哥哥继续吃着所剩不多的橘子 吃了一会儿 哥哥想活动活动身体 毕竟吃了好半天了 最后 哥哥还不忘了喝剩下的橘子汁 真是讲究呀 大家好 我是康康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见